观寿念著 Vedana Nupassana 没有观寿念著,观身念著就不完整 这部经典并不是想要我们只是玩着一种知识上的游戏 它是Anupassana 随观的,你必须持续不断地去经验实相 因此,除非你感觉到这个身体 否则这个身体对你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这个感受Vedana 在所有四个章节中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当我们进入心合法的时候 你也必须感觉到它们 而不只是玩着任何知识上的游戏而已 在这个传承当中,赋予感受很大的重要性 因为没有感受就没有Sampajana 实时彻之无常 没有实时彻之无常就没有Banya智慧 没有智慧就没有Vedana那一关 没有内观就没有Satipattana思念住 也没有最后的解脱 因此,感受对我们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唯有借着感受 我们才能了解一切事物是如何的生起灭去 对于生灭无常也才能有实体的了解 只有在这种感受的层次上 才能够体会到这种生灭生灭的现象 如果你只是去感觉某种感受 而不去体会到不断生起灭去的特性 那么这就不是实时彻之无常 不是智慧不是内观 也不是思念住 在感受的这个层次上 对于不断生起灭去的了解了知 是绝对必须绝对重要的 当你不修内观时 你以任何一个所缘 比如说在第一个章节的观呼吸当中 你观察气息的进来 气息的出去 以这个作为你觉知的所缘 作为你专注的所缘 你继续不断地在这个所缘上 保持觉知 保持专注 将会得到很好的samāti 深入专注的定 这个深入专注的禅定 叫做第一个jana 出禅 第二个更深的禅定 叫二禅 三禅更深一些 四禅又更深 而观呼吸的同时 很有可能 你也能够感觉到感受 但是你并没有觉知到 不断生灭生灭的现象 接着 从四禅进入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次第定 然后你进入想象 心的想象 仅仅是心 而忘记了所有关于身的部分 只有这个心 不断地扩展扩展 无限地扩展 这只是定 samāti jana 与内观扯不上关系 佛陀曾经这样子试过 就在他成佛之前 他跟两位老师学习过 第一位是阿罗罗加兰 从这个老师那边 学到了七个次第定 然后到另一位老师 幽陀加罗摩子那儿 学习了第八次第定 无疑地 借着这些禅定 得到了不少的净化 但是当他往深层的内在 一检查 他发现各种习性反应 sankara 依然在那儿 根植在身处的习性反应 佛陀就称他为 再次新生的开始 而其他的则仍旧继续跟随着 这些就像睡着的火山一般 随时有可能爆发 那个时候 在他内心深处的不尽烦恼 并没有完全根除 他说 我不是解脱的 我不能接受自己是解脱的 我必须再找寻其他的方法 于是 成就了第八次第定之后 他试了另一个方法 折磨这个身体的苦行 但是借着这种方法 他发现也没有任何成就 他还是持续地观察 贪救 他发现了Vipassana那一关 观察呼吸 观察感受 由于对感受的观察 他明了了无常Anitja 不断地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他发现了达到解脱 关键性的环节 所以他继续不断地 在这上面努力 现在关于这些禅定 他已经到达了 第八次第定的 这种专注禅定 他称这些禅定为 世间定 Lokia-Jana Lokia的意思是 这些禅定的结果 仍然只是在这世间 从这个生命层次 到另一个层次 不断地轮回流转 但是现在他在这些禅定上 加上了内观 加上了实时撤之无常 当他加上了对 不断生起灭去的体验 这些禅定就转变成 初世间定 一种能让一个人 从生死轮回当中 脱离出来的禅定 因为除了能到达 专注的禅定之外 涅槃的果实也得到了 所以原来的世间定 这种还是不停地 在各种不同的生命层次里 流转的禅定 就变成了初世间定 能从生死轮回当中脱离出来 这是佛陀对人类的贡献 能够达到这个结果 是由于对感受的不断觉知 因此感受对我们 是这么的重要 观受念著 我们如何修呢 我们如何就感受 来观察感受呢 就像身体观察身体一样 同样的 我们要就感受 来观察感受 接着就心观察心 和就诸法观察诸法 那么什么是就身体 来观察身体呢 什么是就感受观察感受 或什么是就心观察心 什么是就诸法观察诸法呢 它的意思是指 没有任何想象加进来 你并不是坐着 去想象出一个身体 就好像你以想象的方式 去观察一个身体 也不是想象你自己站在外面 来观察 检视这个身体 都不是像是这样的 或者说 你想象你自己是在外面 来检视在身体上的感受 检视你的心 检视心中生起的法 都不是像这样子的 你必须对身体 有直接的体验 你必须去感觉这个身体 没有人能够离开身体 来感觉这个身体 要在身体上去感觉身体 在感受上感觉到感受 一个人必须就感受来感觉感受 没有任何想象 也没有任何推理加入 你必须直接去感觉感受 就这个观点 因此我们说 就感受观察感受 当一个人经验到愉悦的感受时 他明了 是的 我是正经验到愉悦的感受 然后是 当一个人经验到不愉悦 痛苦的感受时 他明了 是的 现在我正经验到痛苦不愉悦的感受 如实地观察 他本来的样子 如果一个人正经验到中性的感受 既不是愉悦的 也不是不愉悦的感受 于是他明了 哦 这是一个中性的感受 他既不是愉悦的 也不是不愉悦的 佛陀那时候的语言 当形容身体上的感受时 他使用这些字 Sukka Vedana 是指愉悦的感受 Lukka Vedana 是指不愉悦的感受 如果是心理层面的感觉 他会说从 Somana Sang 心中愉悦的感受 Domana Sang 心中不愉悦的感受 而这里他不用 Somana Sang和Domana Sang 这两个字 他用了Sukka Vedana Dukka Vedana 和Adukka Masuka Vedana 当然只有身体本身 是无法感觉到什么的 必须加上心的作用 而心的感觉部分 又是以身体为基础 去感觉到感受的 要记住 观寿念著是必定 要以观察身体的感受 来练习的 接着 如果这个愉悦的感受 是Somish 不清静的 他明了这个愉悦的感受 现在是Somish 不清静的 如果这个愉悦的感受 是Niramis 清静的 他明了这个愉悦的感受 此刻是Niramis 清静的 这两个字 Somish和Niramis 在今天的印度话里 Niramis是素菜的食物 Somish则是非素菜的食物 素食或非素食的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清静的或不清静的 当他说 Somish就是不清静的 当他说 Niramis就是指清静的 感受怎么能说是 清静的或不清静的呢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 什么是清静的 例如说 有了正确的内观禅修 所感觉的一个感受 虽然它是愉悦的感受 但你不以贪爱直取 去其反应 那么这个感受 就能引导你去向净化 以这个意义来说 它是清静的 同样的 当你经验到 任何感官上的快乐时 可能会生起 某种愉悦的感受 由于感官上的快乐 而生起愉悦的感受时 你开始对这个愉悦的感受 起反应 又去增加了更多 感官上的快乐 而产生了更多的贪爱 更多的直取 那么 这个非常愉悦的感受 对你而言是有害的 是不清静的 也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痛苦流转 这个时候 你并不是在脱离痛苦 然而即使它是 Samisa 不清静的 如果你只是观察着它 看着它 而了解到 这就是不清静 尽管这个习性反应 正在进行 你只是观察着 于是当你观察着时 你的习性反应 变得越来越微弱 你慢慢地从 习性反应里脱离出来 而当你发现 它是Niramisa 清静的 也是看着它 没有任何的习性反应 这时候只有平等心 客观地观察着 你只是观察着 你发现 你客观观察的能力 一直在进步 这是自然的法则 你必须做的 只是观察 不用做什么 每一件事情 是不断地发生 而你只是观察 你就只是观察 Bajanadi Bajanadi 是就只是观察的意思 同样的 当一个不愉悦的感受 是Samisa 不清静的 而导致不净烦恼 它明了 现在这个不愉悦的感受 我正经验的是 Samisa 不清静的 因为我正对它 起习性的反应 同样是痛苦 不愉悦的感受 你注意到 不对它起习性反应 所以它导致了清静 这是Niramisa 清静的 愉悦的感受 可能是清静的 或不清静的 不愉悦的感受 也可能是清静的 或不清静的 你只是如实地接受 实相本来的样子 同样的 这个忠心的感受也是 如果它是清静的 就了知它是清静的 假使它能导致清静 就了知它能导致清静 你对它清楚地了知 假使它不是清静的 它会导致不清静 你保持觉知 你清楚地了知 哦 这就是会导致不清静 烦恼的感受 只是观察着它 在这个之后 你将发现 每一个章节 和每个章节里的 每一个段落 都会提到的 以下这些的阶段 感觉到内部的感受 感觉到外部的感受 同时感觉到 内部外部的感受 这些是重要的阶段 在我们的传承里 当我们说 是指感觉身体内部的感受 当我们说 是指感觉身体表面的感受 之后 当你经由在整个身体的结构上移动 你能够同时地感觉到 内部外部的感受 而说 有另外一个派别 他们解释 是指在自己的身体上的感觉 Bahitta 则是感觉在其他人身上的感受 而Ajata Bahitta 是指 有时候感觉自己身上的感受 有时候感觉 其他人身上的感受 接着再回到自己的身体 再接着是别人的身上 我们这个传承 并不接受这种说法 像经典里提到的 当你独自在一个树林里 或一棵树下 或者在一个小静式当中 你只是单独的禅修 这么说的话 去感觉别人的感受是不可能的 那些实际在修行的人 他们知道 这种说法才是合乎逻辑的 此外 有人还会提出一个论点 有时候当比丘出去托波时 在那儿 他可能经过人们的面前 他能够去感觉他们的呼吸 他能够去感觉他们的感受 这种论点听起来 也并不是十分合乎逻辑的 因为一个禅修者通常应该是目光向下 视线只是两步到四步的距离 一个认真精进的深入的禅修者 当他走路时 必须是保持目光向下的 他应该不会看看这里又看看那里 而是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身上的 不过这两个传承不同的说法还是一直都在 有这么一个可能 一个人不断地观察感受 观察感受 当他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时 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 就是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敏锐 不断对自己的感受 也对周遭有情无情的感受非常的敏锐 以这样来说 去感觉别人的感受 当然可能 但是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下 这可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你在禅修时 要去感觉别人的呼吸 别人的感受 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以自己身体的内部和自己身体的表面 这种解释来了解这段经文 还是比较合理的 下个阶段是 感受不断地生起 感受不断地灭去 和感受不断地生起即可灭去 生起即可灭去 这些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从哪个章节或段落开始用功 它们是绝对必要的 你必须经过这些阶段才行 接着 在上一个观神念珠的章节当中 每个段落结束时 总是说 这是身体 只是身体 只是很多的次原子粒子 只是很多的次原子粒子 不断地生起灭去 任何的价值评断 才是判断 认知辨别都没有了 这个 三娘想韵的分别 无法再进行作用 因为如果想韵在那儿 它又会说 这个身体是动物的身体 这是个男人的身体 或是雌性的身体 雄性的身体 或这是个美丽的身体 或这是个丑陋的身体 你不断地分别这个分别那个 但是当你将内观发展到这种深层的阶段时 身体就只是身体 同样的 谈到感受 最初当你开始修的时候 不管是愉悦的或是不愉悦的感受 可能会是清静的或是不清静的 或者是 不苦不乐的感受 也可能会是清静的或不清静的 但是 你终究必须达到 感受就只是感受的层次 没有任何判定 评价 没有想韵的分别 而这个觉知必须是以觉知感受就只是感受 建立起来 然后 你必须继续地在这个正道上走下去 直到到达这个阶段 哪个阶段呢? 只要了知 只要觉照 无所注着 无所执取 在这个世间 在这个身心世界 不再执取任何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禅修者 一个内观的禅修者 所观察的方式 就感受观察感受 像前几天我们所讨论的 感受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我认为这是佛陀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感受是重点所在 整个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 感受就像一条岔路的路口 从这儿分开两条路 一条路是 痛苦继续不断地产生 痛苦之后还是痛苦 而从同样的这个岔路口 另一条路是 痛苦得以拔除 不断地跟除跟除 直到不再有痛苦产生的阶段 感受扮演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 因为这是佛陀的新发现 不断地往内深入 每当我们起反应 也就是说产生习性反应的夜席 贪爱或称恨的夜席 我们会产生这种夜席 是因为有感觉有感受 愉悦的不愉悦的或忠心的感受 唯有感受升起了 我们才会起反应 假使一个人没有经验到感受 他可能会以为 我并没有贪爱 我并没有称恨 是的 这个人现在没有贪 没有尘 但只是在心的表层 在知识的层面上而已 但是 在内心的深层 感受还是一直在那儿 生命当中 无时无刻 全身上下 身体的每一个粒子 都是有某些感受的 一个人在这个心的最深的层面 是一直不断地对这些感受 生起习性反应的 而且反应的过程是继续不停的 但是他仍然会有这样的错觉 哦 我没有贪爱 我没有称恨 对外面世间的声音 饮象 气味 味道 我不再生起习性反应了 哦 我不起习性反应了 太好了 我不再生起习性反应了 是的 你现在没有起反应 但这只是在心的表层 不起反应 因为 当我们的根门 接触到任何的沉静时 在身体上一定会产生某种感受 而你却露失了这个感受 当你露失了这个身体上的感受 你也同时是露失了 对这个感受起习性反应的实相 这就是佛陀所发现的 你必须在整个身体中 进入到深层的里面去感觉感受 不管你感觉到任何感受 愉悦的 不愉悦的 还是中性的 你都只是去觉知它 而不起反应 当你这个时候不生起习性反应 就是在改变内心最深层的 旧有的习性 这也就是 这些根植深处的 习性反应的夜席 开始浮现而消失 这些随眠烦恼 这些深层的夜席 就像用枣纸和铁锤 把线条深深地刻画在岩石上一样 要让这些夜席根除 唯有当你经验到 这些身体上的种种感受时 不断保持平等心 不去产生喜欢或厌恶的心 否则 习性反应不断地增加的过程 只是继续进行着 因此 感受在思念著的修行上 扮演着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 在做出的拍摄